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今晚的一級賽馬方程式,今集又變回兩個人,就是我和富仔跟大家說明天11場賽事 你計算數字,雖然頭那一場新馬六隻,王太后杯八隻,其實刨馬的數目是一樣的,都是八四隻 金湖是差很遠的,只不過長次多了一場 新馬那一場,大家都是刨一隻,銀照收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話,都是中間剖開 都是那幾隻,哪一隻才知道 但其實近來,或者近幾個新馬賽是沒有打踏贏的 回歷之城,初出贏到六個馬位,贏到有望電算機 90幾個動作,打後空翻都還可以 會不會連接,還是有什麼暗勇 其實我自己想,你也是想想雷神和潘頓那兩隻 但六個馬位是否可以反先到呢 如果加7磅的話,最多就是可能,縮花縮少少兩個馬位 可能真的沒有連接,但你這六隻都可以 真的減不下 減不下,哪一隻可以贏到呢 潘頓那隻可以的,但你這次又排一檔 還有活力之城加7磅,我們贏完 那很多時候,為什麼新馬賽跑完一場不行呢 就是那7磅,那你看回合衝共濟 由潘明暉變潘頓都加5磅 加5磅 其實極速進馬,有沒有機會反先的合衝共濟呢 如果你說的羅富泉那兩隻,我想 如果進來Q,可能差禍 都是這兩隻,我會選擇得好一點 合衝共濟你是第三選 應該是,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 如果不是,那5磅是差很遠的 如果不是說賠率,一定是4,5磅 還有又是那個問題,莫雷拉和潘頓 很多時候大熱刺而大 寸Q的次數的確是偏少也很重要的 位置Q比較多些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回歷之城是 可以的,連接你那些數據丟掉它 變相會不會極速進馬呢 因為你看回上一次的影片 極速進馬,沿途馬頸都是 側上一邊去跑的 一出閘又放在大外欄那裡 又用多些時間 其實每度省一些,我覺得 真的有機會反鮮的合衝共濟 還有這些雞孫的速進馬 其實你檔位也好,磅位方面也好 沒有什麼變過 沒有變過 根本就應該可能是上一場 如果你這樣走勢 今場分分鐘會好過上一場 隻馬會盡 看看可不可以拉近回歷之城的距離 剛才說五月的一級馬王爭霸戰又開始了 先看看上一次的形勢 不用笑 又是Simon 搶千分 我和你加起來也不夠多分 真的 不知道他貼了什麼 貼了什麼 問Simon 你貼了什麼 我是天場地狗 我是美場來的 不是5月2日 5月1日 我真的忘了 但是我是中了那個Pay 怎麼上來的 Q是鼓啊 踏美麗女星 我記得了 我的QP那個是明場踏Q 那你跟我一樣 對 因為我是精英寶貝 走後 然後再踏一隻巴基小子 精英寶貝沒有辦法 原來跟馬跑差這麼遠 他沒有一條欄也差很遠 他有一條欄 但他不是自己放太遠 原來跟馬跑差這麼厲害 所以如果大家想挑戰一下我 Simon 富仔 甚至其他的訂戶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只要一訂閱 就可以得到每個賽日 800元的模擬本金 給大家投注這四個投注方式 全部都是單棍 如果每個月的冠軍 Simon剛剛又拿了一千元走 而小弟就拿了200元的MIHKQPON 都買了一些 拿了一瓶紅酒回去 可以欠少許 我和你欠10分 對 我欠少許 我已經計算了數 即是都不敢挑戰了 Simon King 力補第二 我和你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欠了10分 梁美是這樣 10分都很重要 我可以回來 稍後就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提示 但是看回這次的情況是怎樣 B跑道 很少跑 B跑道 是怎樣 是否沒得追 有一隻的 街運來追得到 跟得比較厚少少 不可說 招多福 守七八位都可以追得到 你看回大陸場 其實那場的披星不是很快 反而留後的三隻 一起回來 都頗罕有 平時都不是一隻半隻 你看回你前面的路程 你這個跑1200 都是前置馬好像好些 只有這一場 打邊後追馬好些 所以都頗有趣 但是你又再看回馬克羅斯那場 段段快贏 我記得比標準時間快了三秒多 都贏得到 那會不會偏差不太大呢 你覺得是不是 我不敢說 你選的那些馬是跟前還是留後的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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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最近上了很寶貴的一課 剛剛來的那天 金地飛客那場 不敢拿他走膽 因為我自己那天一枝公數節目 我講來講去說 其實11月打後 只有兩隻馬後上 一隻運貫大盜 另外一隻就曾幾何時 基本上我們經常講的那些 後追三寶 什麼威勢之寶 金地飛客 威利熱流 全部都是得過追字 所以其實剛剛那星期三 有兩隻馬後上贏 很罕有 而且你說金地飛客 我又很贊同你 你領哪個做膽 我領 我應該用罐多 我也是 我不是跟你攬炒 你知不知道我在自己的節目上講 哪可能放在前面這個位置 因為本身怎樣用罐多走頭 我的想法就是 這隻馬可前可後 剛剛的形狀是後上的 我覺得不錯 我反過來 你覺得擺前 一定要擺前流後 我經常都是有些事故 所以擺在後面 因為那一場 我記得好像有飛客 對 大修成也都在 這兩隻馬應該都會擺前 我猜是Block Street位 三四位貼欄 但我看回片段上面 後追馬金地飛客真的很好 但你後追來的有時候 怕形勢不對 難追 整季的數據 讓你看到是難追 但你都覺得穩陣一點 勇冠多 可前可後 或者站在跟前位置 也好 放在前面放頭 飛一下 和大修成縮 但沒有辦法 最後我再看回 其實數據有時候要來打破 我記得季初的時候 轉之後 跑泥地夜賽 沒贏過 他都爆了欄 我開頭 這隻馬 可以先回來 一開始我看 我爬馬的時候 勇冠多 跑過六次 馬來西亞都輸了 這次行不行 我只是想 因為我自己的傾向 就是馬要等在前面走 如果後上都近 還要扔大彎 上一場 背拖尾 就是有個第四 今場 如果連贏位 都打算穩陣 怎知道 其實最厲害的是王浩林 全日不來 放頭 大哥 幾隻馬跑坯 有利高 智雲昇 還有一隻 三隻第二 一隻第三 另外尊重阿哥 郭倫也是這樣的 有沒有這樣的 他出這麼多隻馬 全部都是跑了 那些什麼均勢回來 全部都是 那他那些冷滿 天長地九十倍 你頭場那些勁快步 是廣雞三十倍 王浩林那些不是 尷尬樣樣樣的 十倍八倍 是最適合 出擊那些飛數 真是嚴重 徐宇石那天 雖然有馬贏 但是 很多隻是部署失手 只有位置交代 但是那一晚 都真的幾特別的 就是 差不多八場的賽事 後上馬都行 進來三格都行 那是喜之星那些 擺明擺在前面 就靠主導 那他十四檔 流後追 難一點 但是你看看後面 就是藍天寶馬 神州小子 也是在後面追上來 哇這裡我真是生氣 勇管多也是 石哥達 莫黎拉 這隻不行 後面是神州小子 大家在聊 這隻不行 後面不行 其實呢 你看完神州小子的人 反映到 經典帝國和美麗巨星 是完全不按照 所以大家可能 有些人就 神州好像 好像不太多東西看 其實你看回 美麗巨星的操練 是不對版的 我自己 又上了寶貴一課 剛才都說了 一級馬王 真法治條 單棍都選他 打算穩陣 打哪隻 就打鼓劃 打鼓劃 打鼓劃 經典帝國都真的誤雜 很多人都問 經典帝國 為什麼可以差那麼遠 我自己不敢選他 第一 要拿回數據 在很多馬 gang 跑完大會回來 我有幾個可以 第二 你看看貨集和他之前 有些分別 有遠推 遠推 以前的經典帝國 試乘不用這樣 幾樣東西 記者 大家可以拿到數據 如果試乘大家都可以看到 再對比上季發營起 遠征元回來 感到一段時間 現在才好一些 所以我想有些東西周居勞頓 你興不興的 去完旅行回來之後那天上班還是拿一天假的 我會 自己獨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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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不是 你適合這個比喻 真的 所以我自己經典大國 我忘記第三選還是第四選 因為其實陳舟小子都是流過鼻血才復出的 所以那場水準如果他這樣贏了 其實我想是否那個分已經跑到盡 我想大家見他再出都要想一想 除非你說泥地當然不用想那麼多 你說跑草地千四的會不會是那天突利潛領才跑得好 所以這些東西大家都要傳機 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推介